刘依菲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绿神级的大美女,也留下了许多经典的影视荫幕形象。 她长得非常好看,而且年少成名,有许多虚假的负面消息,从许多年前就开始流传了。 这些消息有得非常的可笑和费夷所思,但是还是有不少人相信,这当然也给她带来了许多不好的影响。 众所周知,刘亦菲的经纪人是她的干爹陈金飞。 从刘亦菲很小的时候,她就和她的妈妈一起跟着陈金飞生活在一起。 后来,刘亦菲长大后,陈金飞就开始砸钱力碰刘亦菲。 很多人猜测,陈金飞是喜欢刘亦菲的妈妈,所以才这么碰刘亦菲。 但是陈金飞之前在采访之中澄清过自己根本不是刘亦菲妈妈的男朋友,自己也并不喜欢刘亦菲。 这样的话说出来后不少人都猜测,陈金飞喜欢的其实是刘亦菲本人,所以才会对她这么好。 另外从出道到现在,刘亦菲只承认过与宋承线她过恋爱,其他男演员几乎是连碑文都没有传过的。 虽然刘亦菲没有与宇合作的男演员传绯闻,但是她在圈内前规格的传言,倒是从来没有少过。 近日还有爆料称,刘亦菲在15岁的时候,和成龙有过不正当的关系。 消息一出,许多人都非常惊讶,也有许多人相信了这个消息。 所以,刘亦菲在那要小的年纪,就承受了这么的多的恶意,还真的是不容易。 爆料称,刘亦菲在自己15岁的时候,为成龙打过台。 原来有诊所的医生出来爆料称,当时刘亦菲找到自己的时候,刚怀孕两个多月,手术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成功。 刘亦菲当时因为年纪小所以一直在哭。 医生也表示,当年天龙八幅还没有播出,所以自己根本不知道刘亦菲是谁,更不知道,她将来会是一个大明星。 其实这个爆料不过是老以前的谣言,再次传播升级而已,只不过对象换成了成龙。 实际上15岁的时候,刘亦菲还不认识成龙。 早前的谣言是刘亦菲14岁堕胎,刘亦菲一直以来都很少理会网络传言。 不过对于这个座胎谈谣言,刘亦菲曾上接着说法亲自辟谣。 据悉,刘亦菲对着记者说,她觉得根本不太需要去理会这些事情何人。 刘亦菲觉得他们非常的无聊,太过八卦了。 当时的刘亦菲人气太高,特别是拍了很有名的电视剧之后,几乎是火遍了全国。 负面消息也随之增多了,当时刘亦菲的经纪人,已经查到了造谣人是谁,最后发现是从网吧里传出去的,而且还都是女性,看来,女人的嫉妒真是可怕。 因为当时没有引起重视,没有及时的去发声明自己谣言,后来谣言传播的范围就越来越大了。 这引起了非常坏的影响,一额传额,后面的谣言已经非常变性和恶劣了。 不管怎么样,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了,刘亦菲都上了央视辟谣。 对于网络上的一些消息,看看就好,是否相信还真的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切勿传播谣言,不仅害人,还暴露了智商。 下线,希望刘亦菲能够好好发展演艺事业。 现在的她,已经告别了当初的那些谣言,她要向前看,向前走,开创属于自己的美好明天,祝福她有好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